到底是评价便宜的卡组更吸引人 还是高贵奢华的卡组更令人向往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玩奢华的卡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准备的奢华卡组 包含了4张传奇 一张英雄 两张史诗和一张觉醒的进化牌 无比的奢华 那么他今天要对战的卡组 是看看我们匹配到什么 我们匹配到对手会用什么样的评价卡组 跟我们对战 好对面这个人他叫 泰玛 泰玛 他没有黄金通行证 那么我大概率会使用一套评价卡组 有点绷不住 好对手这是一个大骷髅 大骷髅 那么我们派出了我们小王子 小王子大麻烦了 他要有大麻烦了 我们这里用皇家幼灵去扛一下大骷髅 我们一会儿可能 等一下这个箭语扫一下的话 我们这小王子大招可能就开不出来 他没有大麻烦了 那么我们下一次再给他新的大麻烦 好 这里他用野猪骑士 超骑蹦一下 加一个滚筒 把后面的小骷髅给它滚掉 这一波的话 我们羊先不出 我们这套是一个豪华奢华超骑羊 羊的话 还是先捏在手里不要出好 你摸清楚他是怎么防守的 还有地狱塔加骷髅海 所以我刚才要是跳了羊的话 我会死得非常惨 所以这里保守一下 摸清楚他是怎么防御的之后就可以 等一下对羊拉一下 羊拉到六边 把刺客拉掉 等一下 不对不对 对面刺客有点秀 有点秀 我没有预料到他会打出一个连冲 直接冲到塔上 那么我们接着用幽灵防这个电法 我们费用没有很充足 我们得等一下 所以幽灵就不跟牌了 就先不跟牌 看他是怎么办 他是一个女巫 女巫大骷髅野猪地狱塔 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平价的卡组 好像史诗卡也挺多的 没有那么平价 但是跟我们比起来非常平价 这里我们小王子拍一个大招 大麻烦 大麻烦去冲开大骷髅 把它给顶开 要是想解掉我小王子的话 还得再交一张剑语才可以 不然的话 小王子跟在后面 补一张毒药 毒药的小王子射两件的话 女巫应该就过不来了 好 那么好 我们现在进化的弓箭手号 我们分路分一下 看他野猪打哪一边 他会打野猪 野猪的话 我们超级骑士踩一下 然后加进化弓箭手 完美防守 完美防守 他有地狱塔 我们滚着滚筒 另一边出羊 然后他手里有骷髅海 要看他怎么交骷髅海 骷髅海还不交 还不交 骷髅海还不交 我直接打你左路 左路他还不交 再开个大招 他骷髅海应该是要来了 骷髅海 骷髅海 好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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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奢华卡组的力量 这就是 无比奢华的卡组 对阵 评价便宜的卡组 究竟是奢华卡组 更令人向往 还是评价便宜的卡组 更吸引人的 这个答案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朋友们 我们应该 迷 好 我们来到第二把 对手他有买通行证了 我不能推测出来 他是用什么卡组 说不定 他也是使用奢华卡组 那么就是我们奢华卡组之间的对决了 好 我们开始成一个弓箭手 说一下进化的轮次 看他怎么办 他怎么不出牌 他怎么不出牌 那么我刺客 桥头打他一波 他是墓碑 墓碑是天狗吗 天狗最近被削弱了 天狗最近没有特别厉害 当然要看他带了什么 副卡 他可能带了小王子家进化弓箭手 那么就是挺厉害的天狗了 他是一个中甲亡灵 这个卡组有点太平价了吧 我以为他会带凤凰 哎哟 气球 那么我们直接一个豪华的传气卡 直接拉他 直接去锁他气球 好 他这波 他这波好像 好像有点散射斗指了 他有点不想玩了 我们可以 好吧 他放下了 我们跳过 这个评价卡组 我不要嘲讽他评价卡组 我们看下一把 看下一把 这样的嘲讽过头比较不好 我们看下一把 I love golem 这个没有金色的名字 这个他可能 他可能掏不出奢华卡组 他的名字就叫做 我爱石头人 那么我们先猜他石头人好了 给他这个尊重 好 他是一个骑士 骑士 他这个骑士是有进化过的 骑士有这个帽 这个紫色的点点 紫色的符号 他是有进化的 骑士加滚筒 骑士滚筒电龙 他可能是个水人 或者石头人 这里毒药 毒药 我们直接一个毒药去 再加一个护卫 给他推开 全部推开 然后我们小王子加羊 加羊这两个对空 可以直接把这个雷龙 给他给他打掉 我们这个对空能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怎么怕这个雷龙 前提是他前面没有堆太多东西 我们得前期就打点优势出来 不然后期他采集器做起来了 我们想防住也不是很好 虽然我们小王子往后推 可以推非常远的距离 好距离 他现在差不多会做采集器了 这时候我这个毒药 应该是不要去堵他采集器的 堵他采集器 他一波推过来 他这个雷龙 我要是不堵他雷龙的话 他雷龙血量太多了 打不死了 好 这里滚筒 滚筒打了一下 分路弓箭手 弓箭手 说不定能把他 左塔给他偷掉 OK 他准备防一下 那么我交一张三费小王子 把他鼓龙给他吃掉之后 他防不防左路呢 他不防左路的话 他不防的话 我可就跟你换了 我可就跟你换路了 你要防吗 好 他防 那么雷龙就走到左边去了 我这里刺客 然后我手里有这张进化的弓箭手 进化弓箭手 打石头人 多点可以打的 石头人 你看石头人的血量 在我进化弓箭手的面前 天哪 这打得比大皮卡都痛 天哪 好 超级踩一下 把这波防下来 我们利用超级高血量一直烫 是吧 这个塔不至于爆掉 爆不掉的 好 这里直接毒药 好 跟小王子奢华的皇家的卡牌 小王子直接两箭 把他锁定 把他雷龙解掉 他雷龙要是保不住的话 就打 那我们没办法 好 这波开个大 好 他应该是结束了 把他打不进来了 他开局 没有把他力气做起来 然后被我打了很大的优势 不然的话 他还是有机会的 我们这套打石头人 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好打 但是前提还是要看对手的技术了 我们看下一把 好 这个对手他叫Yoters Yoters 他有金色的名字 他有买通行政 我们期待一下他什么卡组 特带弓箭手 弓箭手是有进化的 好 那么看来 我们终于要遇到一个 等一下 卡组怎么有点熟悉 这卡组不会是我这套奢华卡组 难道 难道我们要进一项对决了 究竟是奢华卡组 更令人向往 还是奢华卡组 更令人向往的 那肯定是奢华卡组了 那么 好 他是一个 哎呦 这个卡组 重合度跟我好高 我比他高一级 我比他 小王子比他高一级 我小王子是四级 他是三级 看来 还是我比他更奢华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等一下 这个超齐 果然是跟我这套一样的 超齐 等一下 等等 这个超齐没有击退 这个杨骑士 我是没想到的 我刚才好像踩的挺准的 为什么没有击退呢 可能是对面这个超齐 稍微卡了一下 这个杨骑士 没有让他这么快冲进来 这个这波 有点吃亏 说实话 有点吃亏 这个杨 没有 应该最好的情况下是被超齐击退 然后卡在他的超齐后面 然后一波冲不进来 这样子才是最佳的状态 但是好像并没有打出来 好 这里 他超齐 超齐 我们用刺客摆在这个地方大概可以完美解了 好 那个时机没把握好 我要是刺客下出来的时候 这个超齐刚好做这个蓄力动作的话 就是可以完美解的 这里再补一样弓箭手 这个我们血量不能再让超齐再蹦一下了 好 这里我们弓箭手就当他再过一次进化了几次吧 下一次就进化了 差不多 好 他也过一个弓箭手 果然 果然我们心有云熙 果然都是奢华卡组的使用者 那么他这个毒药好像还没有交过 我不确定他是带毒药 还是带什么大闪 还是火球之类的 这里我直接 这个幽灵 我就卖掉 这幽灵13级 幽灵13级 超齐被推回 超齐被推回来了 这个小王子技能 真的是霸道 那么好 这里我也开一个大 把他这个超齐也推走 然后刺客还砍了一刀 这不错 这里我们再加一张超齐 能不能保住小王子保不住 他过出进化弓箭手 我也过出进化弓箭手 果然是奢华的对局 我们差不多有点镜像 这个操作 刺客 刺客跟他换掉 然后弓箭手也跟他换掉 非常镜像的对局 我们果然水平还是 还是这个对手 还是有点水平的 这里我们小王子 加羊骑士 这样子把他羊解掉 之后的话 幽灵扛一刀 不会让毒药 然后护卫冲过去 扛伤害 这波骑士 超齐 超齐蹦出来了 超齐蹦出来 还是被羊撞击下 这里小王子蓄力 已经站出脚了 这里 好 对面超齐快死了 我们小王子输出很可怕的 这个羊的话 我们有幽灵房 稍微卖一点血 稍微卖一点血 右边的血多 可以卖 然后这里扶一张毒药 超齐 超齐 超齐没蹦进去 被推开了 刚才超齐 差一点就跳上去了 好 超齐砸一下 可以 可以 我们优势还是在的 右边卖了一点 然后争取到了左边的优势 这比买卖挺值的 好 这里驾驶赛 中间摆这个小王子 他是什么法术 我还是不知道 他是什么法术 他就不教 然后像藏 藏在最后小鹰尾的时候 这里 超齐推开 这个小王子 他这个大招 他忽畏冲出来 还有一个 被推出去 还会滑一下 特别喜感 然后这里 他这个进化弓箭手 被我幽灵两个 一起带走了 这里 接日的毒 接日的毒 他这个小王子出来 就毒他 好 这里 瞄准一下超齐 这次不要砸空了 砸空了的话 就崩掉了 好 这里 幽灵刺客送掉 好 这里接着小王子 毒药 然后进化弓箭手 锁定这个超齐 把他这个超齐打掉 好像毒药毒歪了 他完蛋了 他最后藏的毒药 不交 也毒歪掉了 他完蛋了 已经 究竟是奢华卡组 更顺一筹 还是我的更奢华卡组 是更胜一筹 果然是 当然是更奢华卡组 更胜一筹 那么我们用奢华卡组 达到皇家冠军联赛了 现在中级冠军联赛 应该是竞争非常激烈的 你看最后一名 中级冠军 也有616名 我现在排名的话 估计是 1000 2000左右 那么总之 这期奢华卡组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爱你 Mua